我喜欢美好 欢迎你,美好 小幽灵出生的时候,爸爸给它取了一个有点不一样的名字 美好 妈妈微笑着温柔地抚摸着小幽灵的额头念叨 是哦,这个名字对你这样一个特殊的幽灵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美好快快地成长着 和其他所有小幽灵一样,它也要去幽灵学校上学 在那里,它交了很多的朋友 我超过你了 快点,快跟上 你能走就飞吗? 不行啊 等等我 等等我 在学校里,小幽灵们要学习怎样在晚上不睡觉 因为幽灵可都是深更半夜才出来活动的 每天晚上,小幽灵们在学校的塔楼间飞来飞去 玩捉迷藏,还在高高的城墙上散步 大部分时间,美好都会愉快地加入伙伴们的游戏 不过,有些时候,她也会一个人待在房间里胡思乱想地做梦 美好非常喜欢飞行课 还有幽灵历史课 却不太喜欢校长先生的课 因为校长先生总想把他们变成真正的幽灵 一天晚上,校长先生向大家掩饰 真正的幽灵是什么样子的 不外卫,不外卫,不外卫 他突然吓人地大叫了起来 亨利也尽力尝试着 奥利维亚大声叫着 不外 菲利普沉着嗓子吼着 bu,bu way 美好怯怯地喊道 听到美好的叫声 大家都大笑起来 只有校长先生气得差点跳起来 他说真正的幽灵必须会喊 不爱 除了这么喊 其他的都不行 可是不管美好怎么努力 他能喊出来的都只有一句轻轻的 包围 对不起校长先生 美好无奈地说 我就是没办法做到您要求的那样 校长先生决定 把美好送去一座废弃的塔楼里 他很肯定地认为 在那里美好一定能学会做个真正的幽灵 如果学不会你就不能回来 校长先生严厉地喊道 或者你可以永远待在那里 朋友们默默地注视着美好 看着他孤零零地飞向废弃的塔楼 废弃的塔楼里冰冷寂静 漆黑一片 这里没有任何其他的幽灵感来 美好以为 在这里自己真的是一个人了 直到他听到黑暗中的一声 喵 你好 我的名字叫喵喵 一只黑色的猫走出来说 欢迎你 你好 我叫美好 你住在这里吗 美好说 你尾巴上的蝴蝶结真好看 美好和喵喵很快成为了朋友 他们决定一起把塔楼打扫装饰一番 在爬满蜘蛛网的地下室里 他们找到了不少好东西 比如一个装满了布料的箱子 美好和喵喵用这些布料 做了漂亮的窗帘和桌布 喵喵喵喵 说喵喵还在附近的草地上採了些花 月限见 dang 123 天 夜深时 美好和喵喵舒服地坐在沙发上 互相讲着自己的故事 这时喵喵总会呼噜呼噜地 发出有趣的声响 那是因为她高兴极了 被人遗忘的废弃塔楼 变成了美好和喵喵的乐园 有时候喵喵会问美好 美好,你能不能再试着 谁自幽灵的叫声 大呜呜呜 美好哄叫起来 大呜呜呜 这个叫声往往会让两个人 都大笑起来 我来这里的那个晚上 你有没有被吓到? 美好问 当然没有 喵喵回答 因为我知道 你一定是个非常特别 与众不同的幽灵 那么,其他的幽灵呢? 到目前为止 他们都已经学会了在黑夜里吓人 他们被派到那些古老的城堡里去 整日四处游荡 可有的时候 当年轻的幽灵们厌倦了游荡时 他们会飞到这座废弃的塔楼里来 我超过你了 快点 快跟上 要不要跑就飞吗? 你干不过 美好和喵喵总是会热情地招待他们 而幽灵们在这里也总是表现得十分和善可亲 他们从来不会故意把茶泼出来 他们会有礼貌地说 谢谢你们美味的饼干 请问我还能再要些吗? 他们也从来不会发出令人害怕的叫喊声 而是像美好一样 轻轻地温柔地说 哀笑 帮威威 帮威威